大家好 大家今天過得如何 那今天中秋節 我們常聽到中秋變盤 然後最近在FB上常看到 很多人在討論說 這是股票 怎樣 那可以賣不可以賣 這種訊息 那看到很多人都是把 貴帳單貼出來 都是慘配 所以呢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說 那股票呢 我們可不可以減少觀看次數 也就是說 縮短到每一季只觀看一次 那我這邊呢 製作了一個表格 來分享給大家 這個作品 那在這個表格你可以看到 那目前的話 我這邊列出了三 三件公司 那都是各產業的 佼佼者 那以洪海來說 你來看我這邊呢就是 列出一到十二月的營收 然後呢我們可以去 把這些 移植的數據填上 那年度營收多少億 你就可以去 這個地方 輸入 譬如說2317 洪海 然後呢 看一下 那你就是在這邊 財務裡面 點選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說 今年度一月到8月 的營收是多少 那把這些數字 多少億記錄下來 然後填到這裡 三家都一樣 然後 我們在這邊計算 第一季 第三季 平均是多少 那第四季還沒有出來 那第一季就是 1到3月 第二季就是 4到6月 第三季 就是 7到9月 但目前呢 只有 7 8月的數據 所以呢 它就是 7 8月的平均 OK 那 DPS 的部分呢 你也是可以到 那個 洋務這邊去查 這邊 基本資料 然後目前已經公佈的是 2021 Q1跟Q2 這 那你就是 寫下 一樣 填到我們這個表裡面去 第三季的 EPS目前還沒有出來 你只能做一個預估 那什麼預估呢 你就是把 第三季 除以第二季 這個營收平均 除出來之後 再乘以第二季的 EPS OK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個公式 然後呢 一世紀當然沒有 年度EPS的預估呢 我們基本上就是把 第一季加上第二季 再加上兩倍的第三季 那得出了一個年度的 EPS 這樣子 很簡單吧 然後我這邊還設置了一個 悲觀係數 這是在空頭使用 然後樂觀係數 則是在多頭的時候使用 OK 那 年度悲觀EPS的話就是 把年度預估的EPS乘以悲觀係數 得到了這個數字 那樂觀 對於年度EPS的計算方法呢 那就是把年度的 EPS預估值乘以這個值 就得到一個 樂觀的預估值 那當前的股價就是我們去查目前最新的股價是多少 然後當前年度本益比就是 這一個 除以年度預估的 EPS會得到一個本益 然後呢我們另外還要一個 重要的依據就是 產業平均本益 這個要去查一下 那以鴻海呢他是屬於電子產業 那所以呢 你就是 要去查一下這個 產業的平均本益 那怎麼查呢 我們可以基本上來這一個地方去查 然後 台灣證券交易所這裡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這邊 可以去下載 最新的 110年8月去下載 下載之後得到一個Excel檔 那就是這個 那你可以看一下 鴻海有其他電子類 本益比是12.16 那上面還有 半導體業 25.33 以及我們的金融保險業 9.04 然後就把它填到這個表 OK 那我們就可以去比較說當前呢 你現在的年度 本益比 跟產業平均本益比的差異 那像 這個 聯電跟 國代金呢 它的本益比 相對於產業平均都比較低 所以呢 你如果去 買的時候 那當然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鴻海基本上已經略高於 產業平均本益比 所以你目前買 那就是 風險會大一點 那在那一個 空投的時候呢 你可以採用這個 悲觀預估 EPS 去乘以 產業平均本益比 得到的這個股價呢 就是空投的時候 可能會來到了這個股價 那多投的時候呢 你就用樂觀的預估 EPS乘以 產業平均本益比 那就會得到一個比較高的 價 所以呢 你要用這個方法投資 那就是 隨時要注意 每一季去注意這個 狀況是怎樣 去分析說 當前你的股價是要賣還是要賣 這樣子 那以上就是我 跟大家介紹說你每一季 去看一次 評估你的股價要不要買 要不要賣 這樣子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採用這個方法 好的 那就這樣了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好 這樣就不需要在 Facebook上 詢問 最終還是由你自己確定 賺賣賠 賺賠 這樣子 那就這樣囉 拜拜 拜拜 拜拜